主料,排骨500克,鸡蛋3个,辅料,啪嚼,桂皮,葱段,姜块,香叶,调味料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餐人数,1到2人,排骨,买回来后,锅里烧开水,把排骨放锅里焯,去除表面的干东西,捞出后,控干水,炒锅放油,有5成热食放入冰箱。 冰糖,烧至冰糖融化,放入排骨发炒至云,倒入料酒,加入八角,桂皮,葱段,姜块,香叶,加入莓果排骨的热水,加一勺醋,大火烧开后,小火炖,炖30分钟后加入老抽,放进几个煮鸡蛋,接着炖煮,直到排骨炖辣肥脂,加点盐,撒入香油用大火收至汤汁浓稠,烹饪技巧,出锅前, 撒点葱木和芝麻,不但好看,而且好吃,煮鸡蛋好包皮的敲门,鸡蛋从冰箱拿出来后,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,冷水下锅,水中加入一勺盐,鸡蛋煮好后,迅速放进冷水中过凉,用这个办法,包皮后的鸡蛋就像小姑娘的脸,气流滑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